換個話題我們來聊聊投資吧 最近這台股會不會是投資人主要的標的呢 因為傳出有近七成的公民 現在想要增加手上持有的外幣數 更多的內容交流數據 國內監控發布了八月 國民經濟信心調查的結果 詢問民眾對於未來半年想增持的外幣 結果調查結果就顯示了 有37.3%的民眾最想增持的外幣是美元 25.6%的民眾是想買日元 2.9%的民眾是持有歐元 2.3%的民眾想兌換人民幣 綜合而言有近七成的民眾 未來半年有增持外幣的意願 不過大家就很好奇 這想增持外幣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根據統計超過三成三是為了要出國旅遊 另外有兩成二是想賺取外幣的會茶 一成五是投資海外的資產 旅遊資訊就要來看到了 日本疫情之後國門大開 六月外國旅客就突破了兩百萬人 台灣的旅客佔了三十九萬人 名列第二名 大家都知道很多台灣人都喜歡到日本去旅遊 但是就有人分享 說他這去日本玩不是這麼順利 因為他三度被海關攔查 他就懷疑是不是因為他身上有刺青的關係呢 不過這海關當下就說這是隨機抽查 不是因為你的刺青 但是他就分享 他說他每一次的檢查都十分的詳細 不僅是要把鞋子脫掉全身檢查 還用紗布擦手機包包拿去化驗 這一連串的操作讓他就直呼這 只差沒有被帶到小房間了 不過另外同樣要被檢查的 是南韓大韓航空20號就宣布了一個最新的消息 他們是為了要加強著飛航安全 要減少燃油的浪費 要分階段的針對國內線跟國際線的旅客來測量體重 不過大家就想說 那我不想被量可不可以呢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目前這個規定是沒有強制性 乘客可以拒絕 以上的資訊提供給您